现在请有投票权的100位评审 在我倒数之后做出选择 如果你更喜欢杨凯的作品 就把你手中的红色毛巾扔向舞台 如果更喜欢AK动的作品 就请投黄色毛巾 3 2 1 请投票 工作人员上台机票 就想发展点士 放 gol 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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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再这么下去 就要廖伯和李宇龙提前出场了 给我来点尖叫声怎么样的 主考导师有什么样的看法 先说我的作品 我觉得整体完成度都非常的高 因为我们作品很多的技巧 每一个比划都完成得非常好的完成度 然后整体也非常的齐 只不过有一点点的小瑕疵 比如说就可能最后凯歌 有那么一点点的事物 但是我觉得整体已经很棒了 然后AK东这边的话 我觉得最后的部分 确实是燃到我了 运用了一个很经典的 一个电影的主题曲 马上就要打架的感觉 然后把我们的兄弟们全都喊起来 然后最后一个很燃的 一个电影海报的一个ending pose 我觉得这个设计非常的完美 非常的炸 两组都很棒 尤其杨凯真是让我真的 由衷地尊重 我一直以为 B-BOY会受这个体力 你不能长时间的表演 没想到 你可以做一个这么长的表演 而且让我们看到 就是breaking run 这么多种地板动作 就是让我幕布侠机 看完整个表演 就是原来可以变化出 这么多样的花样出来 所以我尊重 尊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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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边都非常精彩 非常精彩 一个字形容 倒 杨凯哥这一组呢 整个old school很纯 然后很正 包括中间很多那种高难度的一些动作 其实是很难实现 你不要看就是 他后空翻一推的那个东西 其实我以前做过 非常难 滚 滚 不好意思 我澄清一下 我说我做过 是我负责推的那个人 不是翻的这个 对 对 我是负责推的